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幾個字加個問號,就是趁好出貨 講一下市,今天市就一般了 低開之後,早段曾經反攻過的好友,掃上去27700水平 倒升少少,不過期後就無以為計,又慢慢回落 最後全日跌到27500邊收市,收了27508 跌179點,成交縮了798億 今天市匯主要是重磅股,軟軟的 其中有幫跌得比較多,跑輸大市 2%減價,騰訊上個星期是威勢,今天也不太行 雖然跌幅比大市好一點 跌0.30%,不過陰陽足出現,就串頭破腳的走勢 加上本地經濟股,地產股,港交數都是回軟的 令市就跌回100,接近180點了 好了,今天市剛剛提及了,就跌成180點了 大家很擔心,究竟市場是否趁好消息出貨呢? 即是怎樣提及那幾個字,趁好出貨,是否這樣的狀況呢? 有這樣的擔心也不出奇,因為剛才提及過,開始低開之後 曾經掃過上去,掃過上去之後,說不行了,回到下來 你看到陰陽足圖,就看到很長的腳 近似的道線脫頭,其實是陀螺 下一次是長腳的陀螺,就顯示高位回途壓力不小 配合這些情況令大家擔心 事實上,就要看回外圍,以致消息面,都有很多似似的 怎麼說呢?首先,就看看英鎊先 因為上星期五,有兩個消息 第一個就是英國大選,就是保守黨大勝 重奪半數的議席,換言之,保守黨在接下來脫歐的事宜上 可以說完事了,不用跟別人談,不用吃了 只要黨員個個都支持,約翰遜就可以做到他想做的事了 換言之,脫歐的形勢相對之前就明朗了 只不過你看英鎊就走了,上星期五曾經很威水,數量很高 但是呢,其實上星期五已經不能夠站在上面 看到一支長手的楊竹 顯示高位回途壓力不小 今天呢,仍然是一支小小的楊竹 加至小小的手,顯示仍然在這個位水平 換言之,這個好息出來之後呢 就不能夠進一步將英鎊的匯價推高 好,好像在這個消息方面,有些趁好出貨的狀況 另外,第二個消息呢 就是中美貿談判 雖然是星期五晚才有明確消息 但在星期五的早上 香港股票已經升了 到星期五晚,明確消息出來了 但你見到呢 盜瓶斯公的平均指數,即是美股方面 並未出現預期的上升 當然是升,也有升,但是升了三點 稍微穿了穿頂之後,就回落了 近乎十字升的狀況 十字升,即是顯示高位其實呢 都是增持比較激烈 即是很有想掃上去,但是淡油呢 就不甘示弱,頂著你下來,換言之呢 高位好像淡油,或者其他牙油貨 都是趁機高位出貨,令到 指數就由高位回落 即是從英鎊以至美股都是這樣的情況 都很難怪的,兩單消息都是 雖然大方向好像明朗了一點點 但都是細節方面,仍有待 敲定的,英國方面當然啦 暫時還要談一會 究竟怎樣的形式脫勾,都是有待明朗化的 至於美國和中國的情況 中美貿易談判,細節仍有落實 大家都說了幾方面,都是達成了一致 但是呢,細節怎樣呢 仍然要談,加上正式簽,都是下月初才正式簽 現在呢,還有一段時間 所謂政治三天都嚴太長 特別是跟特朗普有關的政治,一天都嚴太長了 畢竟令大家有些擔心,而且呢 而且呢,即是簽了現在市場人士的說法 就是,嘩,第二階段究竟怎樣搞呢 仍然存在不明朗因素 所以中美貿易談判方面呢 數了上去之後,嘩,高位見人 出貨就出貨呢 就一點都不奇怪 加上呢,從消息面看 今天呢,其實呢 香港也有些好消息出來了 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的經濟數字不錯的 所以這份呢 無論工業生產以至零售銷售 都是比市場預期為界的 其中呢 大家很重視的零售銷售 是增長8%的 比市場預期的7.6%是好的 反映內地的內需 仍然呢 就保持不錯的動力 對中國經濟是好的 以至呢 香港的形勢呢 都是有助香港的經濟 以至股市的氣氛的 所以從這幾方面 但是呢 好消息 但是港股呢 並未見到有好的反應 換言之呢 對好消息沒有什麼反應 都是符合了市場的擔心 趁好出貨這件事 那究竟會不會真的趁好出貨呢 那今天港股回回來 會進一步遠呢 還是回一回之後又再產上去呢 其實呢 可以從什麼呢 技術分析去幫大家 判斷後試究竟是怎樣的狀況 因為呢 這個就看到了 這個就是250天線 其實更加重要呢 要留意一條呢 就是200天線 不過這個圖呢 就提供不了 不要緊要 可以和大家講 大家想像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過去幾次呢 200天線呢 都是呢 就出現增持之後呢 就在一個方向呢 就是一個轉變的 那麼根據平均線的分析法啦 只要呢 那個位置增持得厲害 而且呢 往往在那個位置 那條線呢 出現一個方向的轉變呢 那條線呢 就很重要 而正正的200天線呢 是非常重要的啦 那麼 起碼過了這半年 8月1號第一次跌穿之後呢 就跌了一聲下去啦 那麼 大概呢 27,000多線啦 大家 27,500點左右啦 200天線 8月1號跌穿之後呢 就跌了一聲跌下去啦 那就顯示了這條線呢 其實就很重要啦 那麼到了 9月10幾號啦 又低位反彈回來 去彈到9月13號啦 那麼就逼近條線呢 咦 它又跌穿不到 又下去又大幅下跌啦 那麼到最近一次 11月7號 跌穿過下200天線的啦 但是穿完第一天之後 站在上面收 第二天掉頭跌穿 接著又跌穿了一聲又下去 那麼顯示呢 經過幾次之後呢 你會發現其實呢 這個200天線呢 是好膽呢 就有必爭之地的 換言之 200天線呢 是很重要啦 正正的今天呢 就又跌穿回去啦 因為上星期五呢 就跌穿了上去的200天線啦 跌穿了上去就收到上面 但是今天呢 又跌穿回去 今天呢 現在站在什麼呢 就是200天線呢 275、9、4 今天逐一聲跌穿回去 那跟呢 就11月7號的狀況一樣啦 第一天就跌穿在上面 第二天就跌穿回去 究竟今次會不會重蹈 11月7號的覆轍呢 那麼 那就要看一下呢 第一 看一下這條啦 二百五十天線啦 是一個重要的支持啦 就現在呢 就站在呢 27,400點左右啦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前浪頂的支持啦 這個更加重要啦 27,200點左右啦 如果兩位穿了呢 就頭呎 再加上呢 國企和上升之數呢 都是出現類似的狀況之外 穿回重要支持位呢 就不認真投行啦 因為呢 國企已經兩天呢 站在二百天線本來呢 的篩頭不錯 但是如果調頭穿回 這條二百五十天線啦 以至前浪頂的左支持啦 那就頭呎啦 大家留意住啦 那 究竟 今次是否趁好消息出貨呢 就看看 剛才所說的幾個情況啦 二百天線 穿了之後 能不能夠站穩於 二百五十天線 以至前浪頂支持的水平啦 好啦 整個關系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